我觉得你们俩太有意思了 你们一上来就博得了我们 大家对你们的好感 跟你们说点真的 女孩一直在说你幼稚 她点出了你的问题 却你迟迟不承认 当步入工作之后 一下接触到社会 她特别需要一些成熟的人 给她指导 给她依靠 给她帮助 因为她很多的事情应付不来了 而恰恰你的成长呢 没有那么快 她想寻求你帮助的时候 结果就导致了 你一次幼稚的盲目的举动 就她跟同事之间的问题 她找你更多的是说倾诉 听着你给她的建议 给她一些安慰 给她一些宽心 可你给的是什么 直接你起来我去上 她要的是这个吗 不是 我太关心她了 你的猜疑 你的小心眼 而因猜疑产生的小心眼 做出的幼稚的举动 找人家难通事情 你搞得人家在学校里 怎么工作下去 此时的女朋友依然爱你 但她更需要你迅速成长 让她在你身上能看到 你成熟 你像一个男人那样 给她安慰 给她照顾 而不是猜疑 不是盲目的是小兴子 女孩挺 挺可爱的 正常的交往是可以的 但是注意原则 注意尺度 注意你的男朋友 很在意这件事情 说到这点了 还不明白吗 明白 你明明知道她在意 你还背着她 去跟那个人 在一起聊天 而且不接她的电话 你让这么一个不成熟 还没有长大的 男朋友怎么想 她能不着急吗 她能不放心吗 所以她的幼稚的行动 其实也是你导致的 所以呢 真心爱对方 我们就一起成长 快快乐乐的 达达达达的一起成长 挺好 谢谢 谢谢曲总 小江 你觉得自己幼稚吗 可能有时候有吧 但是我就是太爱她 太关心她了 我确实挺 你知道你有多可爱吗 这个舞台上 很少有男生上来的 讲话是用这样子的 一个气场 或者是一个姿态 虽然你不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在你的说话里面 我看到的一个 感受到的画面就是 那你都不理我吗 为什么打电话都不接吗 然后你现在又说 你要回来 我怎么相信你吗 谁保证吗 你就是这样说的呀 亲爱的 我有这么娘吗 差不多了 你知道你的骨子里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少女心玻璃心啊 所以呢 她不接电话 她在监考的时候 无法回你的简讯 或她跟其他呢 有可能对她有好感的男生 去吃饭 直接都渐渐 装装伤了你的玻璃心 你这不是撒娇 是什么呀 就是爱我吗 爱我吗 爱我吗 你看你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一般来说 在这个舞台上 这样说的是女孩 我很少看到 像你这样 玉树临风的男子汉 用这种方法 要求对方爱你 你找了这么可爱 又喜欢跟你一样 撒娇的女朋友 不能要求她每天呢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拴在你身边 你才有安全感 你的安全感应该来自 再多人喜欢她 她也只喜欢你 这才叫本事嘛 她没人要 所以你觉得很安心 这有什么稀罕的呢 她有人追 但她心中只有你 那个叫做底气 叫做把握 至于我们可爱的小女生 爱情是不可而戏的 你懂吧 我懂 我在你身上看到的画面就是 我真的很烦她 先分手好了 想一想 其实又不烦了 再复合吧 但是过两天 又觉得她好幼稚哦 分手吧 可是我爸妈说了 那不然还是复合吧 你现在到底 为什么要跟她复合呀 因为我喜欢她 喜欢她哪儿呢 哪儿都喜欢 她如果骨子里有点少女心 有没有关系 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 那你要想清楚哦 因为她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慢慢地长大 男生真的成长得比女生慢 这是真的 你爱不爱一个人 是看她幼稚的时候 你是觉得心疼 还是厌恶 你倒是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柯老师 多说男生幼稚 女生何尝又不幼稚 但这种幼稚又有什么不好 平时我们都讨厌幼稚 但唯独今天他们俩在一块儿幼稚 我们觉得简单而美好 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到 有那个四五十岁的夫妻 还有这么简单的 两人说话就跟没有经历 逝世的孩子一样 特别好 而当我们这些所谓的 身边有一些所谓的成熟 而又世故的人 看着他们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羡慕 但是幼稚虽然好 但人总是会变的 很多人是从幼稚 简单 直接变到成熟世故 但这样其实挺不好 我觉得如果从幼稚 简单 变成了单纯 那就不一样 很多人会把简单和单纯 放在一块儿 觉得是一个意思 其实不是一个意思 简单所指的是 内心毫无杂念 臣服没有那么深 认识东西还尚浅 想法比较简单 单纯恰恰相反 单纯是经历了很多 经历了诱惑 经历了失败 经历了灾难 但依然保持 单纯的想法和简单的选择 那才叫单纯 如果你们能够经历那种复杂 最后演变成单纯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过程 但是现在 在我看来 这种简单 慢慢慢慢的要变味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何避免自己不要变得那么的复杂 我觉得掌握两个点 第一 要有笃定的了解自己的想法 第二 一定要对自己 对家庭 对婚姻 要有责任 就这样